两年前因为旅馆经营权问题 一群黑衣人下车拿着红漆直接往大门口泼 当时警方逮捕的主席人就是许文旭 也就是现任青山公副主委 人称岁喊欧贵 许姓副主委的父亲是万国邦的创邦人 许姓副主委曾经处理过抽行嫌犯 和另一名邦内无十岁的阿迪阿之间的问题 这次枪击事件 显然许副主委并没有协调成功 警方初步研判这起案件起因就是帮派内讧 是不是他们帮派之间的一些内讧 了解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棋牌设的一个在立角度 跟万国邦的一个插旗的起因 这是一个引爆点才引起这一次的一个枪击事件 目前我们这个分局的专案小组 是否有接获类似这样的亲资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来侦办 而抽行嫌犯在犯案之前在脸书写着自己背锅 留言处更提到这一年多来他们动用警察机关 不然就是用兄弟来压迫 说自己想要委屈求权 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写着自己一年多前在西门町因河沟大头兵欺负朋友 我对他开枪 因此接下了梁子 就像老鼠被猫抓到 他们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动用警察车队包围 我说我不要混可以吗 也不行 不放过我 说自己就是要死得有尊严 而除了针对阿迪亚开枪 再来他针对的就是 平常和阿迪亚关系良好的许文旭 我去找副主委 可是呢 他在现场他只讲了一句话 他就讲说我卡丁会好理你 他用不讲 想理他了 他就直接开下去 如今自鸿身亡 到底背了什么锅 其中三个人都是万国帮成员 黑白两道是否都有涉入其中 检警正在调查 华视新闻陈时雅张正杰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谢谢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